过着尚称幸福的日子 但是有一天 突然来了一名法院派来的人 啪的一声 一张纸查封了小峰的土地层 留下一脸茫然的小峰 在小峰打给银行 查询过后 才发现是有两名坏人 阿红跟阿春 拿着一张声称有小峰签名的本票 申请支付命令 查封了小峰所有的积蓄 这不是我签的 我要再审 不甘就此受害的小峰 决定起身捍卫自己的权益 在小峰四处探寻之下 终于找到了见识权威 李昌玉博士为他做鉴定 这一看就是伪造的 小峰一听到是伪造的 喜出望外的去找法官 要求再审 我要再审 我会 小峰连句为什么都来不及问 就会轟出法院 只好再去找李昌玉博士 请他再次确认 这一分不是你的字啊 小峰重来信心 再次去找法官 不会不会 小峰这次真的心都碎了 只好再去找李昌玉博士 这一看就是假的啦 叫那么法官好好看啦 你不是我不帮你 是你要先找到谁 伪造你的本票 然后等他有罪定下之后 我才能够帮你再审啊 有没有搞错啊 我要去哪里找那个人啊 为什么不是我签的票 我却要付钱呢 我要修法 我要修法 父面 咑 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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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